狄家中的黑暗巨人,还有特利家中的黑暗巨人 他们究竟谁强谁弱,一直是个无法检查的问题 然而一次化石弓的骄语,让这次对决成为了可能 当狄家与特利家的世界互相碰撞,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这一天,火星男同尊重剑武,被一个神秘声音召唤到了一死圆世界 剑武本以为这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没想到等待自己的幕后嘉宾,杀林道和诺克奇林两只关手 没对突发情况,剑武掏出火花轮静,开始了他的附近运动 经历完准哥同款,00C高长度对线训练 一打二对于变身特利家的剑武来说,完全就是洒洒水的事嘛 但难得身为舞台剧主角,肯定得打出些高等操作 才能让观众们之后跳价 于是剑武二话不说,千款攻击性出伤 上手第一回合,班级登脚压住诺克奇林 反射用生亡武装,随之上两发平A 并跑到阿灵道面前,尝试给我们整个后山随来的翻弓的绝活 不过他可能觉得自己没翻好 于是让诺克奇林再挨了一脚 趁着对方昏睡,班级率先拉弓射箭,秒杀阿灵道 一招一试,竞显快乐情的极致优雅 随后班级又变回复核心 喊出人间几与自己组成顺应引杀阵 一个在台下殴打诺克奇林 另一个词在台上兑现透明怪事内隆嘎 两人分明操作了大西 同步率无减接近1000% 最后班级一见物 同时释放在本里遥控线 向对方宣告游戏机机 附件结束 神秘的声音再次响嘴 见物被声音引导 缓缓走进了未知世界的大门 在这里 他竟然遇到了自己的前辈 迪加奥特曼 没人他缓过神来 两位神秘黑衣人出现在中央 他们向双加解释 这里是连接死后冥界和现实世界的无形空间 肉体没法进入其中 但是魂魄却可以 也就是说 现在在场的各位都是虚无的灵魂状态 迪加速度询问黑衣人的目的 他们却将手指指向了二人 原来两位黑衣人的真身 是已经死去的吉利艾洛德人 特曼加宇宙的吉利艾洛德 认为提加拥有击垮一切的力量 而提加宇宙的吉利艾洛德 却认为特曼加是真正的救世主 俩战理师 企图通过一轮真人奥比奥 证明谁才是最想的生命题 然而老人家的回答却是 双家的回答 让本小赛下斗区区的两位吉利艾洛德 大失所望 既然内战打不起来 那不如请个外援比划一下 说着吉利艾洛德 抬舍召唤戈尔藏的亡灵 想测试下迪迦和特曼加 哪个更加知久 此时有为追加角色 从边路上来入攻 特曼加这台战时 从戈尔藏手中挣脱 当然黑暗特曼加的到来 早就是预料之中的实际 吉利艾洛德通过收取迪迦体内 部分的黑暗力量 撤导出黑暗迪迦来对付黑特 四家同台 局势已经变得相当混乱 但他们也许没想到 吉利艾洛德复合的 不只是黑暗迪迦 还有那些层层以光明 为敌的黑暗巨人们 卡米拉和卡米拉 可不像迪迦和特曼加 那么好说话 刚见面 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只不过你们女人 之间的大家方式 还真有些说不上了 的心心多俗 这不得是后司机 练武士再背一下 属实是满目人才了哟 另一边复活的希特拉姆 遭到了希特拉的暗状偷袭 如果说希特拉姆 还算是个有脑子的测试 那么希特拉 就是个彻彻底底的 暴躁老哥 两人互拼起刀 一时寒味分支高下 最后剩下 两枚三人小队军的快乐担当 达拉姆和达公的九次会面 两位擅长摔跤的 力量型选手之间的交流 瞬间让舞台 变成WWE直播现场 戏份满是扑面 安乐的焦卓也哲学 无论哪一组选手的一线 都没能绝出最后的胜负 唯独这边老人家 带头换上了红色快乐心 企图将会我们的 挂逼宫兵班机载 如何正确使用腹肌爬我 可惜戈尔赞 必不是相救助 就算有四样背景板 也耐不住阵影师 雷达威一 双加同时抬手 开始蓄力迪拉兄姆光流 戈尔赞战败退潮 前话的时间没失去太久 黑暗三人组已经打到了他们的面前 吉利艾勒德召唤他们 混是想有演艺术大喜 却没要到希特拉突然被刺死击 好家伙 参赞选手先被刺了解说 果然希特拉还是欲如既往的风 旁边的希特拉姆也想给解说来上一刀 拿好班机载 其实挡在他的面前 吉利艾勒德才免于一死 虽然比战里的做法 令人难以苟头 但关键时刻 如果有人需要出手相救 奥特曼衣袖会挺身而住 时刻起黑暗巨人们 无法理解这个道理 内心只想成为最后的战者 如果其中一方获胜 他们就可以利用黑暗力量 重新复活回到现实世界 要想结束游戏 只能再次将他们的灵魂打倒 赠回黄泉 特拉加突然跪倒在地上 体力所剩无几 看着前辈迪迦战斗者的背影 他似乎理解了 为什么自己的世界 与迪迦世界如此的相似 是的 能够先进全力 守护人类的笑容 这才是我们的微笑少人 特里加奥特曼 见到班基的觉悟后 西里埃勒德终于杀局到 自己玩过了火 只见他一台手 被黑暗操控行动的卡米拉等人 才恢复神智 可是为时亿晚 有个更加重量级的嘉宾 已经在幕后等了多时 没错 迪迦TV的最终Boss 加坦吉厄 以及数只随同怪兽 被黑暗能量一并复活 西里埃勒德全然不知 他是被何人召唤而来 但事到如今 如果不联手战斗的话 再少的各位都毫无胜算 于是粘着的带头大哥老人家 开始号召黑暗巨人 联手对抗亡灵怪兽 希特拉和希特拉姆 不愧是超古代杀机专业户 一顿暗制毒打 搞得修拉诺斯直呼救命 那颗小刀已经加到了他的脖子上 两个小烂人轻轻一辣 就了解了他的生命 另一边达拉姆和达共 已经开始互相称呼吸买Friend 左下万万没想到 上辈子被大古盖乐型打扮了小命 到了阴间 还要吸取爱两个红色猫子左右轮圈 双拿同时摆出 ZTEAM洗手势 吉利试验和火焰火刺激的combo 成功把左下送火了地狱 最后我们把镜头斩向主场 都说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迪加和卡米拉 以及特利加和卡尔米拉的组合 也是看点满满 嘴上这么说 身体可是相当的城市 男友力拉满的双家 顺势搂起了各自的对象 开始弄帅旁边冲去的增泡大海螺 夫妻组合的死人物大西 完美诠释着默契二次的正确写法 这样老夫老妻和当代小兄弟的梦幻公斗 竟然是我有生之年能看到的画面吗 可到了 可到了 那么按照万里 死人连光线也是同步释放 我只想说一句 谢谢你 加点杰恶 事后 一切恢复和平 班基和卡尔米拉开始来打情罢笑时间 黑暗巨人们本应是互相道别 魂归鸣界 但是 意外发生了 突然出现的白衣人 吸射了六位亡灵的黑暗能量 在台上大笑起来 这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运势后事如何 请跟阿泽下回分解